等到出国想从台北飞往美国洛杉矶的旅客又多了新的选择 新加坡航空宣布停飞了13年的台北往返美国洛杉矶的航班在今天复飞 下午第一班直飞航班从桃园机场出发 班机滑进停机坪的时候 消防车在一旁洒水表达欢迎 而为了吸引旅客 新航也寄出了来回票价4万多元的超杀优惠 在各家航空票价现在居高不下时 趁机抢市场 新航班机滑缓驶入停机坪 两旁还有消防车洒出水行拱门 陶机上也欢迎一试 原来是新航台北往返美国洛杉矶航班 停飞13年后25号首度复飞 停飞了13年 所以今天再次起航 希望我们会在各界的支持下 把这条线做得起来 给台湾消费者一个新的选择 看到周围的班机靠桥 高机场人员赶紧捕捉下这一刻 新航重启航点也不忘记出超杀优惠 台北往返美国洛杉矶航班来回票价只要4万多 相当长荣及华航动则六七万的票价 渴望在疫情期间抢攻旅客市场 在疫情期间 从台北到美国的需求量有增加 所以我们也想给这个市场带了新的运量 新航月2008年10月退出台北洛杉矶航线 继13年后再富航 也让往返美台两地的空中飞人 又多了一项新选择 这连续长桃园报道